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港媒报道,美国华盛顿州参议员斯蒂芬·威尔逊在来港时被发现携带一支无牌管手枪,被控无牌管有枪械罪。 控方称,被告在警戒会面时承认犯案,并以牵保守行为方式处理。 裁判官决定被告以2000党员牵保守行为两年,并下令充公涉案手枪。 港媒指出,斯蒂芬·威尔逊作为美国参议员携带枪支入境香港,对香港法治表现出无知和傲慢。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法治问题的关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